針對起底的修例,早前在立法會首讀 個人資料私隱專員鍾麗寧近日接受報章訪問 透露公署將會設立專組,聘用有刑事調查經驗的紀律部隊人員 專責處理刑事化效的起底罪行 政府的修例及私隱專員公署的新安排 勢必大大減少卑劣及全無道德底善可言的惡意起底 亦因為2019年反修例暴動移民命程度大幅減退的香港挽回聲譽 在反對陣營日夜誣捏港區國安法造成寒蟬效應白色恐怖的今日 香港市民必須明白,起底行為才是真正的寒蟬效應白色恐怖 亦是在互聯網普及的今日最為人不恥的行為之一 成言,之所以令政府下定決心修例 全因前年反修例暴動期間 數以千計的警務人員及家屬、政府官員 建制派議員及建制派支持者 遭罪犯起底 包括姓名、電話、地址、身份證號碼等個人資料 被上載互聯網 個人資料被上網,本身已經是一種心理威脅 這點相信大部分都明白 在這裡就不多說 而最無量的是 有罪犯更加利用受害人個人資料作資料及恐嚇 甚至擅自替受害人申請私人貸款或其他公共服務 凡此種種劣行 在反修例暴動期間可以說是多不勝數 再者,全香港市民都要明白 起底行為一日不規管 受影響的絕對不止政府官員或公職人員 一般平民百姓亦都可能成為受害者 反修例暴動期間 建制派支持香港警察的市民 亦都有不少租人起底上網 這些都是沒有公權力的平民百姓 卻單純因為政治立場不同 而被人起底凌辱和騷擾 在任何文明先進的社會 這樣的情況都是絕不能接受 按住起底 是香港從事明明的必要舉措 反修例暴動 令香港部分人的人性底線進失 暴徒不單以警務人員為攻擊目標 更加以警員的家人為欺凌目標 暴徒們將禍必及妻兒拐後邊之餘 亦都多次以警察宿舍等建築為襲擊目標 黃大仙紀律部隊宿舍一度被攻擊至破破落落 就是一例 立法禁起底已經成為國際大趨勢 香港作為國際大都會 原有保護個人私隱的法例明顯落後 未能追上時代需要 其中英國、澳洲和新加坡都有針對起底的法律 起底之戶在於對受害人帶來不可古良的心理威脅 受害人擔驚受怕 憂心起底和恐嚇者會不會扶諸行動 而正如文章開頭所說 起底目的之一正是要受害人禁藥寒善 如果當中夾襲政治目的 那就無疑是製造著白色恐怖 扼殺部分人的發言權 都為過一句 近兩年的暴動和政治混亂 令一向以社會先進文明 而自豪的香港失去應有的光彩 那麼起底法例一日不通過 香港已重歸文明 亦都只是原目求余 屠勞無功 中央